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一鋁水晶花式的創辦人蘇妍恩 主導設計師來接受我們專門 在做每一朵花對我來說是很療癒的 我希望透過我自己做的作品也會有人欣賞我 所以这一系列这样子做下来的话 是蛮有成就感的 那这个启正宗论其实还蛮简单 就是觉得自己很吧 就是可以疗愈自己 然后我的作品也可以疗愈别人 让别人欣赏 对对对 算是热爱的一个东西 喜欢做啦 所以你自己喜欢做 但是你也希望透过你的作品 可以疗愈到别人 对 因为每个人都喜欢欣赏美的事物 对是 那坦白说 一个创业在台湾 其实尤其是说这样子一个新的品牌 都不容易 那你在创业的过程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跟挫折 就是基本上 我会有无数事想放弃 但是就是还是因为自己的热爱 一直坚持下去 对对对 挫折一定会有 比如说就是说可能 夏宇没有办法做生意 或者是 客人没有办法接受你的价格 这是最现实的 或者他觉得你贵 都是会有大大小小的挫折来 但是就是还是要坚持下去 我觉得 对 最大挫折其实是客人不认同你的时候 就是挫折感 是对对对对 他会觉得你的东西没有那个价值的时候 对 所以最挫折的 其实我认为是这个 因为我做这个其实是希望说可以让别人欣赏我 就等于是你的创作没有被别人欣赏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最挫折的时候 那困难的点呢 困难的点是 就是一开始在材料的取得上我们自己算是蛮辛苦的 因为我们材料其实像是日本 还有一些租材是要自己做的 所以在摸索期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多时间 材料都自己做 对对对对 那有一些材料他可能必须都是国外进来的 可能日本或者是一些地区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取得材料很容易的时候 在创作过程中你就很容易受到阻碍 所以我觉得材料取得是蛮困难的有时候 尤其是在疫情这几年 是 对对对对 蛮辛苦的 那怎么没有想说要买现成要自己做 因为就是想要跟人家不一样 原来是这样 因为在创作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买现成的东西 没有办法完全都是现成的 如果他现成那他的价值相对就没有那么高了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所以才会说 那现成材料也可以拼凑出很美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有自己的材料配件 对对对对 所以延伸我们自己也有做3D列印 所以我现在配件材料都自己做比较多 对对对 那也会有现成 如果大部分都是自己做比较多 是是是 对 那妍恩你这样子创业一路走来 有没有发生到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你指的是大概是可能客人的回馈吗 或者是 对啊 或者说创业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贵人啊 让你觉得很感动的部分啊 有我的创业的 其实最初期最早期的创业是 是很感念我 很感谢我的前老板 天东家 对对对对 他带着我见识了很多怎么做生意 他教我怎么做生意 真的老板教你怎么做生意 怎么经营网路 因为他是做网牌起家的 所以非常感谢他 如果没有他这个贵人就没有现在的我 对那包含虽然我没有在他那里工作后来自己自创品牌 对 但一路上他 呃都提供了我很多支持跟鼓励 对 所以有一些呃 我如果不懂东西或是一些资源他都会尽量的提供给我 他算是我很大的贵人 是我创业的贵人 哦是你创业贵人 是是 哎哎那你当初你创业啊你的基因理念是什么呢 我们基因理念是因为我自己非常热爱做这些东西 对我很喜欢在做这个东西的享受那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疗愈我自己的 所以我其实我们理念蛮简单的 我觉得透过疗愈自己 然后也疗愈别人 让别人是可以心情愉悦的 嗯这样子 哦所以当初的想法就怎么这么搬出来 其实上面很简单 然后可能就是会觉得说 如果我可以多做一点 我就可以帮客人多服务一点 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啊其实蛮单纯的 嗯对啊 然后最主要也是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 你自己很爱就对了 对很喜欢创作 对是对是 哎那你这样子你这样刚刚带一些作品来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作品的特色 还有你们工作室的一些课程的特色 哦好啊 呃我们作品基本上呃 这边有一根材料是日本的水晶花的素质 它是液体状的 然后基本上它在那个 我们大家看到这些花啊 嗯一些这些型都是我自己 哦用这边一条铜丝线 然后先做出形状之后 然后泡进来 然后沾进以后拉抹成型的 所以它非常特别 嗯然后它的变化性也很高 对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花 有可以甚至可以做玫瑰啊 芙蓉啊 莲花什么这些 牡丹这些都可以做 嗯那我比较偏向于做饰品 饰品比较实用 它可以佩戴可以使用 对那花式的部分会比较是家饰品 它可能就是摆在那边没有带出门的 嗯所以我比较偏向做饰品这一块 这样子对 然后呃包含我们的K金珠宝 都是可以带很久的 起码大家都不喜欢洗澡拆下来的话 都可以就是洗澡一直戴着 那永久佩戴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做14K金以上的材质 那钻石的部分也都是用针钻 哦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耐久性还蛮高 那我们包含水晶花式的作品 然后最后再稳固它的封城啊 或者是保鲜就是保色的时候 我们也都花了很多心思跟材料去做 可是我发现你们家的那个水晶花式的颜色 好像跟外面不太一样看 外面比较少看到这样的颜色 对因为我们的颜色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新制调的 哦是你自己调的 对因为像我们看到这个粉色 它就是有一点偏浅粉 但是又带一点微微纸 对 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色调 所以基本上这个颜色也是我自己做的 那包含这个蓝色跟这个渐层色都是我们自己调的 所以我们工作室蛮特别 我们的学员 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有一些体验课程 水晶花式的体验课程跟进攻的体验课程 那学员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的社交 都是我们这边自己特有的颜色 那因为颜色其实上万种 但是我们都会调出一些很疗愈的颜色 其实这个粉色看起来就很舒服 包含绿色也都是有点草绿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颜色都是你自己调的 对都是我们自己调的 对在课程当中我们学员都可以免费去使用 这个地方就是外面比较没有的 对不会是死板的颜色 那你们那你们这些花式啊水晶花式 是都可以客制化吗 我们工作室所有的商品可以百分之百客制化 其实说今天假设你假设这个花 你只是想要做紫色 对或者你不想要珍珠 你想要别的 或者是你想要它更简单一点 或者是像这边一些蝴蝶结或者是树子 你想要把它改成蝴环 或者是变化成法章 都可以哦 全部都可以 所以我们的客制化很弹性 是可以变成不会是公版的客制化 是可以百分之百的依照客人的需求 对包含我们的珠宝这一块 K金设计这一块 也都是可以一比一遵照客人的需求 你今天想要加入什么样的素材 我们就去帮你做创作 帮你做设计这样子 对我们提供的服务还蛮广的 所以这个K金啊 如果说我要做粗一点也可以 可以啊 就是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跟你沟通 对任何想法都可以跟我们沟通 因为我们是百分之百客制化的 客制化 对 好 因为刚刚也很我知道说你们 你刚刚有提到 你们也有一些手做的体验课 是 所以你们的那个工作室也有一些课程 我们工作室目前有分就是 基础班的体验课 基础班 体验课的就是基础班的线条 然后呢大概两个小时就可以做完的一个课程 然后也有比较进阶一点的新娘饰品班 比如说你有点想要微创业 然后或者是我们遇到很多客人是新秘 他想要帮新娘做配饰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个 新秘来学 然后想帮新娘做 对对对对 他会自己 因为造型是新秘自己配嘛 所以他需要饰品有可能 大部分我们遇到的时候蛮多要自己做的 对也是有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业班 然后一个进阶班 然后再来我们在也有规划一些 师资班这一类的 师资班 师资班就是创业班 他可能做完之后也可以配合我们 变成我们品牌的讲师 跟我们合作一起去教学生 这样子 对 所以你们有这么多班 对 蛮多班的 那我们基本上 视频您看到的部分都可以选择去下去做课程 学生都可以选喜欢的花样去体验 哦 就是还蛮弹性的 不会说你今天一定要做这个就是这一块 对 你可以在我们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商品类里面 去选择 你想要做哪一个体验 或者是想要 那当然难度比较高的 他可能就会是归类在进阶一点的 那个 基础的话就是体验班 体验班的话就是 选择就已经还蛮多的了 哦就是我想要体验哪一个 就可以报这个班就对了 可以来玩看看 哦是 诶 那你们玉璃水晶花式啊 或说你们对你们这个工作是这个品牌 未来有没有一个短中长期的规划 我们短期呢 现在已经如火如荼在开 手作的体验班刚刚有讲到的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未来 呃 官网大概这个月就会上线了 上线之后呢 我们还有规划材料包 哦材料包 对材料包 就是帮学员做好一整组的材料送到家 他就可以透过线上的课程 影音去做学习 嗯 然后再比较远一点的话就是 呃一年之后开两班的 狮子班 刚刚有稍微提到的 哦 就是说你们希望可以开狮子班 哦 那你们试试班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试试班的特色 会辅导创创业吗 第一 呃老师本身我自己 会如果说您今天来做我们试试班 对 我们除了先帮你定位你喜欢的 类型以外 哦先帮他找到定位 对先帮你找到定位 因为呃花艺的世界跟饰品世界太大了 我们会先帮你找到定位 对 找到定位之后呢 假设你是做水晶花式的 将来你学成之后呢 我们工作室是免费 可以帮你设计两款你专属的配件 对 对 这个是哦 别的工作室比较没有的 我们自己可以帮你做出专属的配件 是 你可以 因为我们自己很深刻了解说 有些配件不合用的时候很辛苦 嗯 对 所以有一些特殊的媒材啊 或者是一些呃 配件我们都可以帮就是学员去制作 帮学员设计 那这是我们提供给客人学员的一些回馈 就是说你在试试班的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你可以跟人家更不一样一点 哦 所以一开始会先帮他找到定位 对 帮学员找到定位 对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也希望少做完路 基本上我们是 我们基本上是只教你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你只要会了比较精华的地方 其实自己去延伸跟变更 就会很轻松了 哦 是 嗯 就是你们试试班的特色 对我们试试班的部分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除了材料跟配件上 呃跟别的工作室比来说我们的丰富很多以外 再来我们比较特别会去帮学生先找到他的定位 定位 对蛮重要的 是所以你们未来是一年想要开两班 对一年会有两班 那人数的话还不一定 对看状况 就是要限制就对了 对对对 因为试试班呃资源有限 应该这样这样 对对对对 要有效果 那我们希望开班是有效益的开班 所以说人数不能太多 希望每一个来做的学员是真的说他学整以后回去 是跟真的可以协助到他做到创业或斜杠这一块 我们在体验班就已经有遇到想斜杠的学员了 哦 是 好 那最后 因为其实坦白说现在台湾很多年轻人 都有很多的热忱创意想要创业 那如果他们想创业的话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不要害怕失败 对要找到自己真的很热爱的 就是你一天不做你都觉得不舒服的 是 那个东西 然后不要去想失败了怎么办 然后一直做下去 这样就好了 真的 对一定要先找到自己热爱的 然后不要去想失败怎么办 没有如果 应该就是说 你如果真的想创业的话 你就一定要有那个热忱 你要够热爱 你才会 足够热爱 才不会去想失败这件事情 才不会去想说 我如果遇到困难做了怎么办 你就会想办法解决 因为你想要坚持下去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年间都是先想困难 是 都先看到困难 先想困难 先想困难 先铺了100个次在自己面前 然后就跨不过去了 希望不要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先行动再说 先行动 然后找到自己热爱 热忱的事情 热忱 对 就够热爱 你才会继续坚持下去 对 好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玉璃水晶花式的创办人 舒颜恩 珠宝设计师 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颜恩的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